第五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接下來第六場 先看去過重化的馬兩隻 4和12 狀態指數表2號、6號 10號都看不錯 星雲指雀除了頭袖 神操就有 必妙星落斑出賽 這些馬我一向都對他 不是說很有好感 經常都覺得他好像笨頓一點 腳塊一般 好了,星雲指雀 贏的時候好像很厲害 輸的時候 你又覺得他不出奇 他走過去谷草 沒有交叉比枯 他脫口或其他 可能就是這樣 其實他沒事的 他跑得順時 可能又掃了你 看看這隻幸福老窩 賽事也試了一個泥地的短途集 當然試的騎士是何宅堯 但這次他停賽 所以落在周進落手 你看這隻馬現在立得不得了 就算加眼罩 從頭騎到尾 直至到最後 差不多靠近終點 他才開始 能夠睡醒 我們馬開始小醉 但現在他上千八 可能氣量差一點 所以要中間落墨 先跑中距離 過往他的泥襲 他都跟不上 都要騎得很緊要 其實他自暑假閹完 他復出算是OK的 慢慢綁 再上超過1080 這個是好事來的 1180 是 這隻就是妙孫達人 陳家晞 內圈度步今早 都沒有復救官 這些馬以前都很厲害 很高分 現在已經減到72分 這隻碎男還是很生 我覺得他對環境 要再給多點時間 去適應 有時候很繃緊 都還沒得住 下一隻心頭號 就在後面 前面是仁和嘉誠 兩隻馬都是fit馬 仁和嘉誠跑尾場 這隻心頭號上次很好 蔡明紹發揮得 僅僅贏不了 兩個隻馬都脫了頭罩 待會再說 那隻童話 試襲現在大約在尾耳 那隻灰馬 不過這個大閘 我覺得都不太好 要有 這次是隔了五個禮拜 那你說是否在功夫 有什麼甩漏也沒有 那些拍跳 全部東西都不斷做得好多 然後就順著走回來 但真的沒有什麼 因為要檢查 一千多隻馬 有時候真的不記得 他過往是泥襲是怎樣的 但這個泥襲就不太好 是的 我們通常的做法都是這樣的 記得就說給大家聽 不記得就說給大家 不記得 實在太多馬 帶回頭罩跳 這次星期六跳 還是一般一點 都不是說特別鎖繩 前腳他真的不是很開 金絲大將 這貨就一味都是頂右邊 姜誠重一點 因為他都不想讓他走那麼多 那這兩貨的拍跳 草地 都是帶著美麗傳承的性質 再來另一隻拍跳酒入面的安仲 我覺得這次馬的狀態已經近磅了 這個安仲 有時候輸一些形勢 輸一些酒位 今次希望酒位流放做得好一點 因為彭國蓮你排內蕩 逼了他在裡面走就不用竊這麼多 好 勁區 我好記得的 我覺得這隻馬試襲的時候沒有交叉比估 好像跟不到 那落場他快跟到 跟著就贏了 其實翻步很慢 十一號換句達人這些馬都由他初初來 我們都指出他是有些古靈精怪 可能多東西想 都不是說很集中那些馬 你看他走一圈已經表現了出來 其實神速也是 走回去當然是有些亂龍 那些步 上次在走一圈都是 這隻就起刑堡了 那他又回去重化 不過這些馬是靠跑 慢慢進入到的水準 他開始越來越適應到多一點 後備馬 今期莊加近鏡 加了個棉窟丁冠豪的三歲馬 還有一點點 典型這個馬房比較急的馬 看濕他就沒有了 因為現在是涼了 但是口就還未調得好 很急的 有細隻 順威王子也是 找一隻巨型的在他後面 那他自己跳 一向都說他的開腳 那樣都好像一般的 那個印象就 後面那隻又叫甜衰密碼 都是一些舊名 好了先不要理他 先看這場 第六場的三天尾關 我覺得fit的馬 不算太多 當然上次心頭號 我自己都很喜歡他 因為神操真是靚得交關 希望這次的潘頓 不會實在太容易 因為你說真的 潘頓不一定會放到 蔡明少上次就有點運 那視乎的賠率 冷卻我覺得兩隻馬 值得考慮 一隻就是安仲 一隻就是喜刑堡 特別是十二號馬 那隻喜刑堡 因為這隻馬 開始不轉路程了 蔡翰有些馬 經常跳來跳去的 那些路程 這隻不再轉了 看看會不會不等下班 是的 我都覺得這隻喜刑堡 都有權是推大局的 其中一隻馬來的 因為我剛才說 譬如心頭號 你就看到那隻人和嘉盛 其實大家可能 通常跳 都會把頭罩給他跳 那就看看哪隻在前面 前面那隻就比較辛苦 頂得肯定 如果你心頭號 前面的任何嘉盛 就會跟得輕鬆 那你一看的時候 心頭好像輕鬆一些 任何嘉盛好像這麼急 其實這個只是很表面的看法 是因為操練形式問題 兩隻馬都好 另外可以留意的馬 那隻九號馬的安重 這隻馬都是需要留意的 第六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休息一會